海草床具有极高的生态服务功能 维持着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平衡 因此被誉为海洋之废 海底草原 广西河浦如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就将海草作为保护对象 陆续开展了一些小面积的海草床人工修复试验 和海草人工繁育 一大早 广西河浦如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中心的主任张宏科 就带着工作人员 将这些海草幼苗转移到新建的 室内生态保育基地继续繁育 因为随着天气转冷 繁育堂里的海草生长速度已经明显减缓 因为冬天这个时间是海草的 就是生长的比较慢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模拟它海草生长的环境温度 水质让它生长得更快 张宏科告诉记者 整个保护区目前已经发现三处海草床 但是因为受到人为及自然因素的影响 海草床退化严重 2014年 保护区开始与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联合开展海草修复及海草人工繁育工作 海草床生态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 它里面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首先海草床里面有重要的浮游栋植物 这些浮游栋植物为鱼虾等底细生物 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 这些鱼虾会附着在海草床上产卵 所以海草床又是一个重要的底细生物的一个保育场 然后这些底细生物多了以后 又吸引了冰海的鸟来来觅食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 经过多年努力 保护区已经初步掌握了海草适宜的各项环境参数指标 海草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 在我们的生态保育基地里面 半年时间已经繁育出了100万株的海草的芽株 然后同时我们也计划下一步 就会把100万株繁育到300万株 再去野外再种植